空情总队紧急出动赶到屏隆雾台的救好茶部落 海拔越一千公尺的深山救援 从直升机上取降救上一名男子 随后降落特搜大队由救护车送医 这名男子的身份被起底是一名大师教授 五天前空情总队出勤救的也是同一人 开米台风之际他与同心友人仍滞留在身上做研究 被找到后坚持不下山 搜救人员也无可奈何 只能尊重他们 搜救人员随即吊挂下降与其接触 经了解后现场为四名失联者 目前接吾下山医院 搜救人员给予物资之后 达成直升机反对待命 而自救员再度回到同个地方 屏隆县雾台乡的救好茶部落 成大考古所的赵姓教授来到这个地方做文化研究 上个月底开米台风来袭 教授的家人报案失联 空情队巡获四人 他们拿了物资却不愿意跟着下山 到了8月1号 特搜大队再次接获通报 赵姓教授自称感冒不适 却没有带药上山 因此求援 遭职一室浪费资源 两次出动直升机救援消防局都没有收取费用 这名教授是当地的原住民第一次失联是因为电力问题无法与家人联络 而第二次是因为身体不舒服 道路中断没办法下山就医 才请求空中支援 不过仍然有人认为空情总队为了这名教授 短期间内两度出动 辛苦救难弟兄就为了他一人忙进忙出 东山新闻瑜伽雄在屏东的采访报道